剛剛聽妳這樣唱歌 如果猜得沒錯 妳應該是沒有跟樂隊配合過吧 之前 沒有 第一次 對不對 因為她可能唱習慣 卡拉OK的節奏了 對不對 因為我妹妹都沒有比賽的經驗 但是妳很愛唱歌 對 小時候就很喜歡唱歌 那怎麼沒有往這個方面 小時候爸媽的經濟不是很好 就一直半工半讀 然後就出社會結婚 也是忙家庭 忙小孩 就一直忘記這件事情 那妳什麼時候突然想起來 剛好去年就檢查出乳癌 覺得說我應該為自己做一些 我沒有實現的夢想 剛好民視台胖那麼晚 有這麼棒的舞台 我就鼓起勇氣來這裡 當一家超級巨星唱歌給大家聽 有沒有希望哪一位評審老師 給妳一點意見 我很喜歡聽 翁立友 翁老師的歌 所以希望他給我指教 聽妳的歌 人家說聽其聲 知其忍 妳的聲音 我很感激 很單純 不經過 不經過環境的汙液 天然的最好 這是說 因為妳不習慣唱歌對對不對 所以今天我們用半唱機來背妳 你看妳一來而已 妳看妳躺著那麼多人快樂 還有幸福的感覺 所以妳來 幸福就來了 所以在座要幫妳加油 加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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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怡婕老師 為什麼這首歌曲 是真的很難唱 但是妳在台上滿穩的 很穩 這有五千塊的紅包 今天不管誰輸贏 大家都是好朋友 永遠去相聚在一起 來圓夢實現唱歌的理想 是 來 我們先來看看 鄭忠仁剛剛為什麼這首歌 能獲得幾分 評審請給分 用歌聲追求到老婆 也用歌聲維持夫妻的甜蜜 鄭大哥這首歌曲可以得到幾分 70 80 90 90 91 小數點繼續跑 恭喜得到91.2分 是 抗癌痘 許淑美 這首歌能獲得幾分 評審請給分 勇敢的戰勝并魔 今天也勇敢地站上舞台 實現自己的夢想 許淑美大姐 這首歌曲可以得到的分數是 70 80 90 90 停住了 小數點是多少 得到的分數是90分 是 謝謝 我們兩位今天有緣交戰 能夠握個手嗎 謝謝 也恭喜鄭忠仁獲得 五千萬紅金獎金 恭喜 是 繼續唱歌 我們繼續加油 勝利趙日康 謝謝兩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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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要請